暗夜惊醒,看到外面星空,还有点银河,正好起来盘了一下 收拾好了,昨天一大堆垃圾 今天在这户无人的牧民家族的80公里出发到改泽 动挫乡这边这一条就是216国道了 往南可以到挫秦萨嘎 往北的话就是著名的穿越800公里无人去的改泽道明峰的国道 又是全城逆风的一天,痛苦面居了 旅区在这路上停着吹风,我们赶快骑过这风路 有可能是因为在动挫湖边风比较大 形成了一个昌塘自然保护区 关了两个字就让人心生敬畏了 这种全城逆风的路一定要找点自己的事情做 跟头想自己的事情 听歌也好,听书也好,想回忆也好,激化也好 不要让自己沉在这个骑行逆风中 真的是一种折磨 把骑行当作机械运动,惯性运动就行了 骑行这边阿里北县藏北高原 就当下而言真的不是一种特别好的体验 撑得上一种挑战吧 吃不好睡不好 每天还得为营地烦恼 但长远来看这次的经历对自己的无论是身心的强大 都是有作用的 也是值得回味的 不过这样一次就好 加油心灵 风总会过去 勇往之前一步一步脚印 终点终会到达 我一度那么讨厌你风 但我现在再也不怕你了 吹吧 每一步选择到骑行轮大风 开过来骑行 小距离的适合 不几个小车骑行轮的快乐 当然还能出现骑行行动中的 一幅幅画卷 再来想象空间 所以我感觉 骑行也好 生活也好 最大的幸福感 即使还是来自自我感受 因为万物由心造嘛 骑也有心转 所以真的 那种自我感受 是能消化 一切会觉得 一风吹着 起不动 难受 那现在感觉 那比起有力 在后来的时候 比起在后来 路上 还有这一些 对我有没有什么影响 希望我们都有这样一种 如我名字般的状态 我在路上听着一些 很有灵性的歌曲 确实 世界上能让人流泪的 绝不仅仅是爱情 亲情 友情 爱国 爱人 任何一种伟大的品质 都是值得让人流泪的 去荒野 去山林 去原件地方骑行吧 慢骑行不仅能给你丰富的自我感受 还能给你充足的时间 去思考 去遐想 齐行和听歌真的很配 因为骑行它是一种自立实运动 它不依靠机械 所以它自带一种精神属性 配合音乐这种外部分为的加持 所以它的感受就特别的不一般了 风似乎无处无站 但我就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 你吹任你吹 我骑有我骑 好像就是 你有自己的时间 有自己的精神内核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你都没有什么区别 你的呢 很快乐的享受生活 电影书籍故事视频 都有一种穿越时空 给人带来这种快乐的能量 我正听着勇敢的心呢 突然下起了冰雹 哇有点沉了 风雪又来了 山云欲来风满了 这冰雹 不能蹭过哪里 一蹭过哪里打哪里 儿子 也就是有地牌草蛇啊 云层一大部分转移到我们的夜水园区了 前面是探图 我发现每次到县城 班哥尼玛 这次改德都是遇到大风 不过 班哥那次停过来了 之后也就没关系了 这个风真的是太大了 奇迹的西北风 现在比较不好 如果到了一个路阶段之后 这路阶段最深的走开 那我们就把路阶段起来了 很深 这个顶部阶线 应该就是那边云层吹过来的风 恐怖如斯啊 我得缓一缓 这大风天你要不转移注意力去骑车 真的是非常难耳的一件事情 我之前 刮七八几风的时候 躲着看几集美食节目 然后脑海里一直在想着 做美食吃美食的事情 所以骑起来又没怎么在意这个风 骑的那些还蛮舒畅的 这一风不要用那个上升去感知 因为这样的被敏风的感觉很可怕 把注意力踩在脚上 就能牵进了 推巴力就行了 前面就到改德县城了 然后右拐是新的行脏线 在G116 凌峰到改德的 七百多公里的无人区啊 这边改德好像也不让那个自行车进去 一份炒刀箱 25块钱 还算可以 一份炒刀箱 哇好吃 这边吃上一顿太满足了